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弱点 脚上甚至也可以直接套 但是它的优势好处在于对外面比较好发展起来 然后比这个跳步调更大一些 可能这个跳的话以后白旗脱脚什么的难受一些 或者是这边逼过来 所以就有点像一把双刃剑 本来大家不选择是觉得可能它的毛病比较多 就比较漏风 但是现在换一个角度想就因为它里面东西比较多 你可能随便碰一碰也不太肯 就暂时先步调比较快的定性 所以这个单关跳是可以说是影响大家开局的一个招法 然后白旗小飞之后 它也有一个固定的 就要尖冲一下 尖冲一下 然后再连片 然后白旗挂脚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对 然而斑的时候 之前大家可能就是类似于在这儿 或者在这一代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沾了对 然后飞完加等等之类的变化 有很深的研究 但这盘棋呢 它是觉得这个局部我先保留变化 先套这个 这样形成了一个大模样 既然黑旗不走 白旗还是要补加这个 对 这也是气盒 基本上黑旗护不住 对 然后白旗行 大飞 这个也是 都堂堂正正的招法 然后黑旗 但是我觉得白旗 内部大飞 可以考虑这里连片一个 我觉得啊 就是这几盘 这么多盘棋看来 其实Master一直都是往宽的地方在下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回想一下 其实还是可能 像这种地方比较宽 而且 首先为自己连片自己 然后其实这部棋的并不是单纯连片自己 有时候只是把自己加强之后 比如说这种就出现了 就是黑旗强弱是一个就是对比的一个东西 相对的 对 那这部棋也非常大 就是瞄着这个打入 然后呢 就是也扩张自己 肯定是这个意图 但是从后来看下面这部棋 是价值 好像太大了 对 所以我们这个从小学的一句话 棋从宽处走 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本身确实 我们一般在选择大厂的时候 也是挑最宽的一条边 价值比较高的一条边 对 然后大飞挂 大飞挂 对 大飞挂也挺有意思的 他觉得就是你如果走这个 他就满意了 他就拆下回去 两个都可以 就是他满意了 那他就比如小飞挂的 小飞挂的话 我估计可能白棋会加 还是 这样 但是实战白棋也没有硬 对 他觉得这个地方既然你都不硬 那我还是 离你远点 以后再大飞进来 这形状 下个也挺高 比这要好一点 对 但确实从白棋 一般我们一个脚能围成这样 其实是一个还算满意的姿态 但是他实际上还是要破坏一下 还是破坏黑棋的这个连片 如果说你走这个拆的话 这样黑棋 其实你看这边都脸 感觉上有呼应上了 就是中间的潜力 马上就成了黑棋的一种潜力 这步棋就相当的大 一手棋走成这样 本来说白棋在这里走一个 白棋这里有连片 黑棋中间没有什么潜力 所以就这种连片不仅仅是边控 同时对中辅的这个面的影响 对 是很关键的 对 所以白棋还是要打破黑棋意图 然后飞 然后坚注 这个是要点 就是跟 壁墙 然后黑棋跳 白棋点一下 然后 扎一下 是不是 这个先 先扎定 然后黑棋继续搜刮 对 白棋这一下有点痛苦 但是 也不得已 微微活棋 对 也是不得已 刺了一下 对 他主要这两下虽然很损 但他想抢一个先手 抢前先手 然后跳在这 嗯 但是这个角的效率 就被欺负的很惨 这个地方 对 马上 对 对于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 有提到过 变化都走干净 对 可能 大家 其实我可能还会想一下 这地方以后 有可能用这边 用这边 或者保留结材 有可能是立先手 对 有可能先手 之类的 而且还有结材的关系 对 但是 对于他来说 就是 好像就是 多交换一些之后 这个棋盘上穷尽的 这个算法 可能还会更简单一点 所以他就全都 定型掉 对 因为按理说 黑漆不走 白漆也不可能往这走 对 但是他就 全部都走掉 对 因为粘的话 白漆搬到这里 以后 以后这个点 毕竟是差一个点 对 还是要差一点 对 所以我们也 对于这些招法 我觉得 可能也有他保留的可能性 或者说 也可以考虑保留 但是对于电脑的角度来说 可能这样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洗这边 对 好 这盘棋的 其实胜负的关键一战 就是在这边 对 这里我觉得白漆可以考虑在上面就是压制压这个子 黑漆如果贴白漆 再顺失 这样的话 觉得形状是好一点 黑漆这个也挺重的 如果黑漆挡下来 白漆把这个给贴住 黑漆势必要继续拆那个 不管说你怎么走一下 就是把这个定型 然后白漆再把这个给吃掉 这样的话 这个脚也很大 然后就专心的去 淘汰白黑漆的孔 洗黑漆的大模样 这个棋型的效率还是很充分 对 这手棋好大 但是你看 就是你如果说 这手棋 你要走这个的话 那我加过来 这里黑漆这三个字也 比较难受 至少是 现在也没有眼见的 活得特别清楚的下法 所以还是比较苦的这样 对 我觉得白漆这样下可能会更主动一些 实际上它这个爬就跟着别人硬 但是黑漆飞出 但这有一个背景确实就是这个往期嘛 一般到这种时候可能都是20秒30秒真的要做抉择 所以可能往往有这种心态就是我也没看出来你这下一定有什么必然性的时候 我就想先跟着印一下嘛 看看你要走什么 但也许可能你出招之后就会觉得啊 是不是刚刚有可能还这个方向大一点 对 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好像这手棋走完之后 白漆就有一点点不舒服 我觉得它可能白漆的意图是 是黑漆的意图可能是防止这个 本来白漆直接斑断 就没有我们看没有这个的话 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 这个籽蒸不掉黑漆 那就补一个 蒸不掉白漆这个籽 那黑漆就不行了这样 对 所以它其实是引了个针 那么防住了这个分段之后 白漆基本上要么就是整体进攻 要么就像实战这样去比较强硬的分段 因为黑漆走在这里 白漆这地方马上就有可能要顶断 黑漆这边特别厚 所以白漆也不能特别走得特别缓一些 它实际上就直接就是 也是很紧凑的下盘 去战斗 但是接下来这个局部定完形之后 打了冲出去 但是这样定型之后 能明显的看出来 好像白漆被黑漆纠缠住 然后这边的后视就发挥出了 是这样的作用 实际上是长 贴了一个 然后可以定掉 然后再一跳 到这儿其实整个战役就很明显 白漆突然发现这里好像死掉了 虽然说那边围的也很大 但是还是不太能弥补 就是这边全部死掉的这种损失 因为可以看白漆其实当时是有好几个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整体的模样 所以现在有点像被黑漆这边成一块 跟白漆这边有抵消的一个态势 而且黑漆中间有多了紫 然后对这边的发展也是有好处 实际上白漆看这个逃不掉 它就飞了一个 然后黑漆病了一个 是先挡还是 对先病 然后像是这样 其实这盘漆也差不多了 就是如果我们看 如果这块跟这块基本差不多的话 那么这条边白漆就太累了 白漆现在全盘只有这一块空 黑漆这一大块还有这一条边 后来也下了很多手 然后但是其实战斗也是一直都把握在这个黑漆手里 对黑漆就处理非常简单 所以白漆这盘漆主要就是可能还是 看起来黑漆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尖冲 但是你稍微松懈了一下之后 然后在这个地方可能出击的时机 也是确实自身没有很好的选择之后 在这一战比较失败 这个战役之后 这盘漆也就可以说没什么悬念了 我觉得人的特点就是 它是有时候有惯性思维 就是说一般应对这个尖冲都是爬一个 但是电脑它完全没有这种思维 它每一步棋的悬点都是 从全局出发的 它不是像说就是 我这里走完一定要再走一步什么东西 对 所以它是每一个招法既有连贯性 但同时它也是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 它是可以拆开拼装组合的 对 所以那么在这一战役之后呢 这个柯杰第一次和Master的交手 就以这样的方式失败而告终了 然后这盘棋也是就为大家讲解到这 然后感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时哥的精彩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讨论一下